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都是不对的 大臂的主要是随着身体 大臂连着肩 那么肩带着大臂走 比如说正手弓的时候 我们就不太强调大臂的主动发力 大臂主要就是固定住 小臂收就可以了 因为正手弓的动作 很多时候我们现在都不需要正手弓 收到你这什么没钱 有一点动作就可以 你看看马龙 凡人东 正手对弓的时候 重心站的也比较高 感觉跟教练教的也不一样 动作也比较小 也不是像小朋友这样的 也不是这样的动作 其实正手弓在正式比赛当中 它基本是不用的 它就作为一个框架 打输了之后 学习正手拉 仅此而已 在比赛当中 你说什么时候 能用到这个动作 比如说你拉得快 我动作小 记忆我叫快带 对不对 你力量小 我反拉 我主动发力 我正手拉 基本上不会出现 正手弓球的状态 好 随着你水平逐渐的提高 我们学到了正手拉球 如果是百速的这种 进台百速的这种快拉 其实大臂参与幅度也非常小 这种感觉 有的时候就这样 大臂动的很少 那么你想主动发力 或者是稍微退到中进台 甚至中台 大臂就要踩到其中了 你会发现 如果大臂不踩 仅仅凭收小臂的力量 这个球往前的力量 是比较小的 这个时候你需要大臂踩 但是这个大臂踩 从引盘开始 你的幅度就不要太大 咱们有的学友 也是大臂 这种显然是 大臂在主动的发力 这个是不对的 动作也比较慢 也影响你的命中率 我们引盘的时候 就要身体带着大臂向右后 引盘 如果是下旋 可能向下多一点 如果是上旋 可能向后多一点 你看我这大臂 我侧面坐一下 它也不是主动的往后 它是靠身体重心 随着来球 逐渐的向右后方引 看起来 球来了之后再引 你不能先把手掺到这了 球还没过来的 这个你对球的判断 就不够准确了 所以说引盘的时候 身体带着走 看起来 带着走 无论是向下眼 还是向后眼 我都不是主动的在拉手 如果你的大臂 在拉球动作当中 参与过多 很有可能 你找一找 引盘的时候 是不是你大臂 往后太多 如果你大臂 已经远远的 远离你的躯干 你看我这大臂 虽然都在这 这个就是对的 这个就是错的 这个就要拉手 这个就不叫拉手 看清了吗 身体带着它 到这 这就不叫拉手 如果你会出现 这种动作 找一找 是不是你主动的 在拉手 大臂你往后引多少 击球的时候 你必然要往前走多少 你不可能拉到这吧 在这一直保持这 这能拉吗 没拉不了 所以说多找一找 你是不是引盘 出了什么问题 那么回到正手 拉球这块 想要发生力 大臂肯定要参与 但是记住 无论你是什么动作 都不要主动的 把大臂轮出去 靠身体带着它 往前往上顶 尤其是在中台 甚至中眼台 拉球的时候 这个大臂 是肯定要参与到里边的 你看马龙他们拉一声 不可能出现这种拉球 这个大臂锁住了 这个火焰很快 在中眼台的时候 我们往往不需要 火焰那么快 节奏基本就这样 我半天才打一下 我动作幅度 我就要做的相应大点 这样能提高 你单板的击球力量 随着近台的拉球 我可以这样拉 我可以这样拉 但远台的时候 你肯定要往上顶 是不是 你肯定要往上顶 这都要有 好 通过刚才的讲解 相信大家应该理解了 这个大臂到底动不动 动的幅度有多大 它是根据每个动作 或者是不同的应用场景 来决定的 好 这就是本期的视频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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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